多時話 欸 還沒出來 呃 這個 因為第一次到這個場地來 其實我本來想要認真的拍照 對 結果不小心 從開始的時候呢 我就被那個路過的阿屏 欸 阿屏在哪裏跑去 被路過的阿屏抓到了 然後他跟我說那個英傳沒怎麼用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 講說你傳沒怎樣 然後後面就開始圍一群人 哇 我們就弄了一桌在那邊 我就走不掉 不過因為我們就弄了一個題目就是 因為我們上次有阿屏的專案 然後其中有一個題目叫做 職業傷害的殖民視覺化 那今天大家覺得這可以繼續做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來繼續做這樣 那今天一開始就是大概 不小心就湊到10個人 然後大家就開始說 各樣的資料去整理 分析 然後做了簡單的視覺化 今天成果其實並沒有很豐富 這首先是我們把那個 全台灣不同職業 不同縣市的職業災害的狀況 用那個泡泡圖顯示 在Google map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圈圈的大小 是指那個 職業傷害死亡人數的數量 然後左邊有那個不同職業別可以選 然後說最下面有個總計 上面有住宿或餐飲業等等的 那這個現在顯示職業總計 那這個總計大概營造業跟製造業 佔大多數 後面的圖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這一張是用那個方塊圖 把各個縣市的那個職業災害的數量顯示出來 因為剛才那張圖我們只能看到 單一類別職業的那個職業災害數 那這邊則是用那個方塊的測試 你可以看到入測就是 最大的就是營造業 然後再來 比較小的是製造業 那其他就是mine 那這件事是不是代表說 現在台灣的GDP還是什麼 已經是透過某種 某種東西在衝 衝到某個地方去 使得我們的房價房租比 已經達到那個 內政部講多少 15年買一種房子嗎 所以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其實還畫一些其他的圖 比方說這個是百年 然後那個死亡人數的變化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張圖是在說 那個攻時跟傷害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是 稍微有個趨勢是從那個 攻時是從左邊到右邊越來越長 然後那個傷害 職業傷害的次數 是從下面到上面 那個比例是越來越多 稍微有一個趨勢上來 不過這基本上 算是很弱的趨勢 可能不夠顯著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把那個資訊 再利用一個parchar的方式顯示出來 那這個東西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東西可以看得出來 最右邊雖然這個圖有點小 我講給大家聽說 最右邊是新北市 你可以看到新北市 職業傷害人數是最多的 其實是桃園縣 那這個數據還沒有處於 那個勞動人口 所以我們就NO-MAX一下 就發現 欸 越來越金門最多了 然後這個 我想金門可能因為人口不多 所以美圓選特別大 那我們如果不看金門的話 下一個是台東縣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苗栗 桃園等等的 那你可以注意到剛剛最大的是 新北跟桃園縣 然後桃園很快就降到那麼低去 我們本來其實 預期它應該是會變到最大 因為新北在它前面 新北人口有那麼多 除下來 因為是桃園裡嗎 沒想到金門跟台東就出頭了這樣 不過我覺得這張圖可以告訴我們說 欸 你看那個桃園跟苗栗縣 他們其實還是在一個很前面的比例 是不是這邊其實有些問題 有人說是那邊工廠比較多等等的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去進一步分析 不過今天可能時間到了 然後我又再到處拍照 所以我們就比較 動能就比較低一點了 我想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後續再報好 那今天成果我覺得也相當不錯 那感謝 冰川妹的各位夥伴 來 歡呼一下 謝謝大家 HES 謝謝 谢谢大家